分别为1号码信念 2号码兴风 4号码繁荣昌盛 5号码越战越勇 6号码沃伦增压 7号码龙胜追光 8号码锦绣河山 9号码高考生 10号码永强青龙河 11号码风光无限 1号码信念来自英国的四岁青涩公马 骑师马连凯 练马师和祥兽 马主马进 腹磅是57公斤 位于1号闸 2号码兴风 来自爱尔兰的四岁绿色公马 骑师和显飞 练马师刘二端 马主颜立新 腹磅是54公斤 位于14号闸 4号码繁荣昌盛 来自爱尔兰的四岁绿色公马 骑师位云中 练马师许富强 马主玉龙马业 腹磅是53公斤 位于4号闸 5号码越战越勇 来自澳大利亚的六岁绿色善马 骑师田团 练马师离家于 马主王孝敏 腹磅是51.5公斤 位于9号闸 6号码 沃伦增压 来自爱尔兰的四岁六色公马 骑师李方格 练马师许富强 马主玉龙马业 腹磅是51公斤 位于5号闸 7号码龙胜追光 来自爱尔兰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 斯琴比利格 练马师 李永昌 马主马赫 腹磅是50.5公斤 位于2号闸 8号码锦绣河山 来自爱尔兰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李永昌 练马师何一鹏 马主王思雨 腹磅是50公斤 位于12号闸 9号码高考生 来自爱尔兰的三岁六色母马 骑师萨姆哈尔 练马师何一鹏 马主是玉龙马业 腹磅是50公斤 位于13号闸 10号码永强青龙 来自爱尔兰的四岁青色公马 骑师初一 练马师陆如文 马主李永 腹磅是50公斤 位于10号闸 11号码风光无限 来自新西兰的六岁六色公马 骑师人轻轮珠 练马师凹白云 马主华语马业 腹磅是50公斤 位于7号码 好 码门打开 比赛开始 看到沃轮增压有一点慢炸了 但是不影响应该 这场比赛呢 是一场1800米的一个 偏长途的 中长途的一个图成 那么现在所有的马匹的差距 也不是特别的大 都是基本上是并驾排开 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 那么好 看到马匹已经第一次过到排悬门 那么目前排在喷长比赛 最前面的是4号嘛 繁荣昌盛 那么在他旁边的是2号码 兴风 位于内栏的呢 可以看到是7号码 龙胜追光 然后是9号码 高考生 10号码 永强青龙 还有后面的是6号码 沃轮增压 已经慢慢地追了上来 然后我们来继续看 然后是1号码信念 以及4号码 繁荣昌盛 目前是在本场比赛的 后面的一个位置 现在来继续看 2号码兴风呢 还是依旧在往前追 在往前带 现在是领先的 大概是半个码身 但是11号码风光无限 已经追了上来 现在马匹的差距 所有的差距 都不是特别地大 已经过了两个弯道 现在是一个直线的距离 还是在继续地奔跑 目前排在最中间的位置 变成了11号码风光无限 位于内栏的是2号码 兴风 位于外栏的是 11号码风光无限 然后是9号码 高考生 以及5号码越战越影 中间断了一个码身之隔的呢 是1号码信念 以及6号码沃轮增压 那么再继续往后看的话 可以看到是锦绣和山 永强青龙等等 我们来继续看 现在还是两匹码 就是2号码 兴风一直在往前带 然后是11号码 风光无限 那么现在马上要 即将进入到的 就是弯转直 最后的一个直线冲刺了 最激烈和最刺激的时刻 就要到来了 所有的骑士 准备挥边催马 这也是今年的 最后的一场比赛 看到兴风呢 已经以绝对的优势 开始往前追往前赶 后面的就是9号码 高考生 还是也在追 然后我们来继续看 就是6号码 渥轮增压还在往前追 我们来继续看 还有就是 最后的50米的 一个直线距离 兴风的速度 是相当的快 最后呢 以一个绝对的优势 2号码 兴风率先 冲过了比赛的终点 拿到了职业生涯的首冠 然后是9号码 高考生 和1号码信念 好 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下 这场进口纯雪马系列常规赛 未贯赛1800米的比赛成绩 我们第一名 兴风 骑士何显飞 练马是六二端 马主严立心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57秒91 第二名高考生 骑士是萨姆哈尔 练马是何一鹏 马主是御龙马夜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59秒19 第三名信念 骑士马连凯 练马是何祥寿 马主是马静 他的最终成绩是2分01秒13 让我们恭喜获得 前三名的骑士 练马师 马匹和马主